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在minecraft裡有完整的六套裝備啦 分別是我身後的皮革套裝 金黃金套裝 鎖鏈套裝 鐵套裝 鑽石套裝 和玉髓套裝 這六個齁 然後那個 我頭上戴的這個很像鋼盔的 海龜殼 不成套啊 所以就今天不會著重介紹齁 今天呢我們就會著重介紹這六套啦 他的一些基本素質在哪裡取得 還有什麼一些作用齁 好啦我們開始 首先身為盔甲最能直觀感受到他強不強的 就是他戴的護甲值齁 一個皮革套裝有七個護甲值 沒錯三顆半嘛就是七個 黃金套裝呢則是十一的護甲值齁 鎖鏈套裝是十二齁 益勢底黃金套裝多一啦 多在哪裡 多在褲襠啦 他的護腿多一啊 我們的鐵裝全套有十五猛 這可能是多數人第一個穿的套裝啦 前面三個套裝應該不會穿 鑽石就是滿護甲值齁 就來到二十了 我們玉髓套裝的護甲值也是二十齁 所以這兩個套裝就沒有差別了嗎 有齁 那個鑽石玉髓還多了一個叫做盔甲強度 對 前面的套裝另外四套都沒有 只有鑽石和玉髓才有的 鑽石裝的每個部位呢 能提供兩點的盔甲強度啦 所以整套加起來就是八齁 玉髓能提供每個部位能提供三點 整套加起來就是十二啦 所以我們的鐵製套裝和鑽石套裝 啊他基本上就不是同等級的啦 即便你鑽石套裝沒有穿胸甲 胸甲有八點 鑽石胸甲有八點的護甲值齁 那個沒有穿他就只剩十二嘛 鐵是十五嘛 鐵裝套裝全套是十五 啊十二減傷跟十五沒有差很多喔 甚至那個鑽石沒有胸甲的時候 還比鐵好這麼一點點 所以有這個盔甲強度 是有明顯的差別的 所以我們套裝的保護效果 不是單純只看我們的護甲值啦 就是看得到的多不一定保護比較多齁 還是有這個盔甲強度 還是在一定比例的影響 其實這個是有公式可以計算的啦 不過我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去算吧 大家參考就好 另外我們的玉髓還有附帶抗擊退效果齁 每個部件有十 整套下來就是抗擊退40%啦 不知道大家有注意過嗎 緊接著我們來講附魔能力齁 附魔能力取決於它的材質啦 附魔能力最差的是我們的鐵齁 只有9而已 然後接下來是鑽石 啊十啊比鐵好一點點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附魔能力都沒有很強勒 附魔能力越高能付出的 等級越高啦 對那個在附魔臺上面附的 啊說到附魔臺 啊已經沒有在用附魔臺附魔啦 所以這個數值好像沒什麼差喔 沒關係把它介紹完喔 接著是我們的鎖鏈是12 皮革和玉髓同等級喔 附魔能力15 金 金最好啦 金有25 所以金最容易附到滿等級的附魔喔 雖然附到滿等級好像也沒什麼效果 而且我們也不常在附魔臺附魔了 這個更更顯得沒有用喔 雞肋的功能 接著我們來講盔甲的耐久度喔 耐久度肌底的頭盔是11啦 胸甲16 護腿15 然後 靴子13 對 肌底是這樣 皮革全部乘以5 金全部乘以7 那個鎖鏈和鐵裝 都是一樣的齁 全部乘以15 鑽石乘以33 玉髓乘以37 啊 塵出來之後 玉髓那個頭盔有407 胸甲有592 那護腿有555 那鞋子有481 那個數值 欸數值應該不用背吧 反正 反正你就穿上去嘛 這邊我想講的是 金裝的耐久度 沒有像工具一樣那麼爛 工具只有32嘛 這邊 動不動就有77以上吼 頭盔有77 鞋子91 胸甲112 護腿105 雖然沒有到很高啦 可是也不至於這麼不耐用喔 隨著minecraft的不斷改版 說不定我身上穿的這一套 才是大家所謂的神裝喔 如果你的PVE技巧超高 怪根本就摸不到你 你也不需要什麼防護嘛 對不對 貨制你根本就開和平 不會有怪主動來打你 你可以穿這一套喔 頭盔 海龜殼可以讓你有水下呼吸喔 那個戴著翅膀在天上飛 穿著那個褲子 防止朱布林來打你喔 可以跟朱布林好好的交易 穿著鞋子抗洞 多神的一套啊 堪稱功能之王啊 好了 不要再亂了 那個minecraft最好的還是這一套啦 那個保護室附下去喔 minecraft橫子走不是問題啊 你懶得去挖獄髓 鑽石也是不錯的啦 不過確定喔 確實要附魔啦 附到保護室是一定要的 那個有沒有附魔差很多齁 在這邊跟大家講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齁 希望這邊講完 你們對這六套裝甲有一些基本的認識齁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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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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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